Hello,大家好,我是苏塔塔 她的建筑风格呢 以boundry pushing 闻名于是有着无限的延展性 和充满了未来想象 她是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建筑奖的女性 那扎哈的设计呢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她由自然界中的这种数学算法 所创建和激发出一种曲线的形式 她的很多设计呢 都可以从周边的景观中 去汲取一些灵感 去突出这个建筑的流动性 还有比如说像外里面的一些组成 就是由这个波形成系统演变而来 那这个波形成系统 就是利用算法来反复开发计算的 整个建筑会呈现出一套 统一的设计语言 虽然有些建筑看着有点奇心怪状 但是你又会觉得莫名其妙的和谐 因为扎哈把这种自然感和科技感 数学算法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是一种很浑然天成的感觉 那非常遗憾呢 就是Mayfair这个项目 墨尔本这个项目呢 它在预售了40%以后就停止了 可能跟这个建筑成本的管控 和它最终的实现有关系 虽然很遗憾啊 这个墨尔本的扎哈的一座 不能最终实现 但今天呢我会带大家看一下 扎哈生前设计 并且完成的一个最大的住宅项目 是在美国的迈阿密 名字叫做One Southern Museum 那我们一起来近距离地看一下吧 哇 真的 很美啊 这个外观 是非常对称的弧线型的一种设计 还蛮有科技感的感觉 那大唐呢 是用纯白色的这种几何线型 来结合它慢反射的光源 也还挺有未来感的 一些LED灯 那这个层高也是给足了空间感 这大片的不规则的落地窗 每一处都是比较独特的视角 充分结合了外面的一个景观线 这个光影的运用也很美妙 那这个 哇 这泳池是我最喜欢的部分 拱形的内墙是运用了 炸汗设计的一个水滴图案 既有雕塑感 又让折面的这种金属材质 倒映油池的水波流动 这一套光影的设计 真的是非常的灵动和梦幻 八台区的天花板是网格状的 真的有点像星空下的一种感觉啊 晚上如果来这边喝杯小酒的话 还是挺惬意的 然后健身房 还有很多室外的空间 还挺适合冥想的 感觉可以在这边安静静的待上一天 什么都不用想 就是发个呆这样 它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形状 还有LED灯的运用 这个设计也蛮有未来感的 这个休息区 电影院 这个是一套430平米的 人民币差不多5000万的一个弧形 里面是黑白色调啊 比较简洁 这个外部的景观也真的很不错 扎哈的进入作品 真的选址都还挺讲究的 都是一个中心 景观线最好的地方 室内空间做的也很大 430平米的话 真的比一般的别墅 好像都要大一点 在Miami也算得上 比较顶级奢华的这样的一个公寓 这一套是在50层 应该是一个Pan House 这个是960平米的 人民币差不多1.3亿这样子 床背后的这个木墙 有点像中国的水墨画 这里的光影运用也很漂亮 还有停机瓶 那今天就带大家看完了这个 扎哈的在Miami的一个一座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也是觉得太为观止 真的太美了 它在建筑的这种外骨骼 又变成了室内的一道风景线 刚才我们去仔细观察的 会发现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看出去外面的风景 都会特别的不一样 然后再加上外面的外骨骼 形成的一些像雕塑感 这样子的一些景观 会有一种特别独特的美感 那今天感谢大家 跟我一起欣赏这个扎哈的作品 以后如果看到非常喜欢和欣赏的 这种建筑作品 也会跟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